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出了一段信 然后我想吃我就买了 我觉得他家的枣包真的挺实贵的 这么大一个 价格也不贵 然后这个是桃韵红丝绒的水果奶酪宝 这是一个爱心 然后这个是鹰嘴豆肉桂干烙印鲁 这个是202柠檬蛋糕奶酪吧 还有一个咖啡紫薯百丽的 哇 这次的饼干怎么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不是新品啊 以前我收到的都是那个咖啡的 我觉得就很好吃 我打算就直接一个个吃吧 然后把剩下的到时候中了空中好放冰箱 这里还有一个快递 这个是迪站官方寄给我的一个盲盒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定是吃的东西 这个是 这个我好像之前看好多人推荐过 好像厨师效果还挺好的 这个是 这个是五方斋的可可芋泥糯团 五方斋还有这种团子吗 我只吃过他家那个粽子 它是两盒芋泥的 哇 我好想吃这个 它有两盒耶 它有两盒椰蓉红豆的 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蛋白小喵的植物牛肉 植物牛肉 这个好新写 没有吃过 它写的是低醣高蛋白的 应该不是蒸牛肉吧 是这个意思吗 大豆做的牛肉吗 这是两包香辣味的 好了 那我们就 一样一样来吃吃看吧 我想先来吃一下这个饼干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吃 好生气 我是太好奇它是什么味 嗯 嗯 我闻到了一股葱味 感觉是香葱味的 嗯 嗯 黄油味好浓啊 感觉就是在吃香葱味的黄油曲奇 嗯 蛮好吃的 放给你们 上面的酥皮甜甜的 里面的红色蛋糕好吃 就还能吃入那种蛋香味 奶酪酸酸甜甜的 然后搭配那个芒果肉 其实还蛮清新的 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吃上面那个 那层酥皮的味道 说不上来 感觉味道有点奇怪 它这个面包体上面还有一些黑芝麻籽 不是黑芝麻籽 就是黑芝麻 我觉得这个面包体上面加一黑芝麻 还挺香的 我要准备了个大盘子 先把它放一边吧 这个是咖啡自厨版例的 这颜色好漂亮 咬到一大块的板栗 好好吃啊 甜甜的 它里面是枝树玉泥和板栗 粒子超大一个的 它这个闻着咖啡味特别浓 其实吃起来还好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微苦的那个咖啡面包体 搭配里面甜甜的馅 就蛮好的 它这个是两层蛋糕体一层奶酪 中间好像还有一层巧克力 这个柠檬奶酪好吃 一口下去就很清新 那个奶酪的味道特别突出 巧克力是微苦的 它里面的蛋糕体好适用啊 特别软 这款面包体吃着要比第一款红次容的 那个要软好多 这底下是面团吗 我还以为是奶酪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线好像有点少 这个好香啊 它这个黄色当然是干了 这款是辣辣的 我是第一次吃这种咸口的硬欧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它说的谈椒肉应该就是那个谈椒味的烤肠 那个烤肠是弹弹的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挺好吃的 那个硬嘴都纷纷糯糯的 哇 这款挺让我意外的 下次我要再试试他家其他口味的咸口硬哦 再来吃这个咸口 我得去拿一点牛呢 说明好多的核桃肉 这款全卖的枣糕 药平的款原味的甜度要低一点 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买这款 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买这款 这款全卖的枣糕 哇 这核桃实在太实在了 不过这款的枣味要比那款原味的原味不明显眼 它多了一些古物的香气 好 今天把菜拿出来 中边的汁 驴 手放在干净 不止 别除了 这里面是一个位置 我用了比汁 变出比刀 是果汁 匙 里面是很香 但是是相似的 有的 啦 吧 中文字幕 環境 我的感觉这款全麦糟糕 要比之前的话原味的更松散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是放过冰箱 我想先吃这个韵米 外皮是糯糯的 比较有嚼劲 里面的韵米是比较扎实的呢 稍微有点干 可可我也没怎么吃出来 它这个外皮特别有嚼劲 还挺好吃的 外皮不怎么贴 再吃这个椰蓉红豆 ok 吧 它这个红豆是红豆沙里面是带红豆颗粒的 我感觉它外面的糯米皮做的还挺好吃的 它就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然后能吃出那种米香味 这个我妈已经超喜欢吃的 她跟我一样也喜欢吃糯米的东西 先来吃一下植物牛肉 我还挺辣的 味道好熟悉啊 吃这个还挺锻炼咬鸡的 这口感有点像在吃香辣味的牛板筋 这个味道还是可以的 喜欢吃辣的可以试试 口感是特别有嚼劲的 然后这个消水丸大家有没有用过的 我看还挺多人推荐的 它现在好像已经是 这是奥代的 应该有改进过了 那我到时候吃吃看吧 在之后的视频里 我再给大家反馈 牛奶还有 他这个真的是完全能吃回来就多了一股那种全麦的香气 它这个真的是完全能吃回来就多了一股那种全麦的香气 这次早熟加了几款面包 我个人最推荐的是那款紫薯玉泥紫薯玉泥板栗的和那款干烙阴嘴豆的 我觉得这两款还蛮好吃的 然后这个五方斋的糯米盘的话 我觉得它那个外皮做的还挺好吃 就特别有嚼劲的能力 但对我来说甜度稍微可以再低一点 那我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植物牛肉的话 感觉平常当到小零食还挺不错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给了 感谢观看